大家好 俄乌战争目前正处在一个裂变即将到来 僵局很快要被打破的前夜了 普京他当然是报定了 舍不得孩子就套不着狼 这样一种想法 铁了心要在乌东要干一票大的 而乌克兰也在库尔斯克 正在憋一个大招来作为回应 这个大招是什么呢 他和此前报道我们有提到过的 就是被围困的那三千俄军 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 普京在乌东这边是否能够得手呢 还有呢从昨天到今天呢 海峡两岸都有爆出来绝大的新闻 台湾这边闹得是满城风雨 是众人看得瞠目结舌 当然就是民众党的主席克文哲 他是卷入了一个政治现金案 现在被带走训问这样一个事件 而中国大陆这时候 这个经济大船在昨天 其实已经撞了冰山了 但是呢却是一片劲悄悄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大家都对即将要到来的这个 滔天大祸是懵然不知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呢 干净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眼前快评 我是唐靖远 我们还是先和大家来更新一下 俄乌战争的最新的进展 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奇怪 就是说你为什么老是花这么多精力和时间 去关注那万里之外的俄乌战争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其实跟大家都是有关系的 这个俄乌战争啊 他是整个轴心国集团挑战颠覆整个世界秩序 或者说挑战整个自由民主阵营的第一战 如果说俄国战败 那么不仅他就意味着台海战争 有可能就厌其西谷了 习近平可能就不敢动手 甚至有可能成为整个轴心国 这个集权专制体系 它解体的一根捣火索 就这么重要 所以非常多的人都在关注它 当然首先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就是乌东啦 乌东现在危在旦夕的这个波克罗夫斯克 就是我们昨天说把它简称叫做波城 它的保卫战 昨天呢在一天之内 俄乌双方在整条战线上 暴发了惊人的215次战斗 其中呢头号焦点就是乌东的这个波城 乌军在卡利夫卡等等八个地区 击退了来自俄军的58次进攻 此外呢这个俄军在敦尼茨克州的库拉霍夫地区 有组织了一波很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呢这波攻势迅速遭到了乌军的迎头痛击 有17辆参与这波攻势的俄军的装甲车 最终只有4辆逃出升天 其他的13辆全部都遭到乌军的摧毁 可以说是受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失败 那么在今天呢就是乌军的总司令西尔斯基将军 他是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 又出席了泽连斯基举行的最高统帅部的会议 他就公开的证实说截止到今天8月30号上午 俄军试图要突破就是波城方向的乌军的防线 但是所有的进攻都被击退没有能够得逞 此外呢这个西尔斯基还报告了在库尔斯克的战况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另外一头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的部队呢又前进了两公里 再增加了五平方公里的控制面积 其实实际是不止的 只不过有一些地方呢是处在不确定的 没有说绝对完全控制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呢他没有提出来 就相对来说这个五平方公里呢比较保守一点 其实西尔斯基他还没有提到的是一个更大的军事行动 这个就是此前我们曾经提到说 陷入了塞姆河南岸这困境的3000美俄军 根据这个全欧洲发行量最大的德国图片报的这个报道 他是在昨天所发表的报道 就说乌克兰的武装军队呢 已经是完成终于完成了对这个库尔什七纳 这么一个地区的包围圈 这个包围圈之内依然是有大约3000名俄军士兵 他们没有来得及撤离到这个塞姆河以北 然后这个报道就引述了俄罗斯方面的 所以大家看就是这个三根黄线一根绿线 这个绿线就是塞姆河 围成一个这个包围圈 那么这3000俄军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么在这几天呢 俄乌双方其实就围绕的这场包围圈呢 是展开了一场桥梁争夺战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此前塞姆河上不是有三座那个大桥吗 都已经被乌军给摧毁炸断了 然后呢 俄军就是先后设法在不同的地区 搭建了至少是四座浮桥 那种军用的浮桥 但是呢被乌军是及时的发现这些浮桥 那么迄今为止呢 塞姆河上这些所有的浮桥和这个桥梁 都已经是被乌军彻底的摧毁了 也就是没有了 此前呢 我们都说过 大家提到过 说在这个边上 还给陆地上留有大概是五公里左右的一个缺口 就是说可以让俄军他们撤出去的 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撤 现在这个缺口也已经是被封锁了 也就是说这三千俄军基本上是确定 落入了这种无路可退的一个决境 那么目前呢 他们似乎主要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叫做太托基诺村 大概是在这一带 但是这个村的供给的渠道也都已经被切断 也就是他们的后勤补给已经没有了 那么尽管这个口袋是已经扎紧 饺子呢 也已经是包好 但是呢 乌军似乎并没有说急于要把这个饺子下锅 我们此前给大家打了个地方 说它其实还不是饺子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韭菜盒子 除了说对这个广达600多平方公里的 这个包围圈的 大概在西部那个地方进行了有限的一些空中打击之外呢 乌军呢 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说 直接马上就冲进去 跟这些俄军交战的行动 似乎呢 是有这种就是兵不血刃逼俄军投降的意图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粮草 没有后勤补给了 是吧 将不战自乱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让他们直接能够就投降了解决掉 不溜血不开枪 那当然就是最好的了 当然如果说乌军呢 一次能够团灭三千俄军这个做法能够成功的话 它势必会引发俄军的一个强震 这个无疑将是大展乌军的士气 而且不排除说普京他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可能就不得不真的要从乌冬去抽兵去应对库尔斯克的这个战局了 那真的就可能会实现违未救赵的战略意图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这个报道还证实呢 我们昨天提到了一个消息 就说库尔斯克地区的利哥夫市 还有一个叫做雷斯克市 这两大要害地区 都已经是处于乌克兰的火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那条横贯库尔斯克州的叫做E38大动脉的公路呢 现在已经成为乌军的攻击无人机的一个靶场 在这个路上的所有这个俄军的这些军车啊 他们运输的这些部队全部都是打击了对象 当地政府呢 现在已经是宣布紧急关闭这条高速公路 就是禁止向这个民众开放 所有民众都不得使用这条公路了 而且呢 这个报道他还引述了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透露说 美国这边获得了一项情报的评估显示呢 说自从乌克兰接收了美国提供的那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以后呢 俄罗斯已经把他的这个90%的军用飞机 都已经匆忙转移到了这个战术导弹系统的射程之外的这个军事基地去 他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就说明是俄罗斯对美方解除乌克兰使用这款远程武器的限制呢 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在做准备 就是说俄罗斯他们觉得美国可能迟早要解禁的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俄军他大量的转移了这些高风险的军事资产是吧 他们先进的战机啊等等 其实他就反过来意味着说 意味着即使说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去发射这些陆军战术的导弹 那么就是在他射程之内啊 其实对俄方造成的损失这种影响也将是比较有限的了 而且这反过来可能会去减轻美国这边的一些顾虑 也就是美国可能会这样想 既然说已经不会对俄军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么解除限制这个门槛自然就大幅度的降低了 因为美国为什么要施加这些限制呢 就是怕一下子把这个俄军打得太狠了 把这个普京给逼急了 他就动用什么核武器嘛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现在俄罗斯 他就是出现了一种状态叫做越怕挨揍呢 就越有可能真的挨揍 就是比较有意思比较戏剧化 那么说到这个戏剧化 就是我们看到这是当前俄乌战局里面 最具戏剧化的一个焦点战况 就是俄乌双方啊 都在自己选定的目标上面在憋大招 普京呢是指望说一口就吞下波城 赢得这出天王山之战 可以借此扭转自己在库尔斯克的被动和损失 而乌克兰这边同样是在库尔斯克 在憋大招是吧 在包一个超级大饺子 希望说能一口就灭掉被困的这三千俄军 那么借此也可以流转在乌东 波城等地区的这种军事上的被动 因为一直是俄军在攻乌军在辛苦的防守嘛 也就是你会看到双方的战术思路 其实几乎是一致的 就看谁能达成这个先达成目标 唯卫救赵 谁都在想要就是对自己去围对方 然后让对方来救 当然一个可能的前景呢 就是说双方最后是完成一次交换 比如说俄军拿到了乌东 但是乌克兰这边也拿到了库尔斯克这个大饺子 各自都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但是这种交换最终是否值得呢 对俄乌双方来说 都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可以就是肯定的 我们还要看它后续 就是双方如果都达到自己目标以后 它后续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它会不会甚至演变成为一场剧烈的化学反应 我们现在都很难说 它存在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 那么现在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 就说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会议上 中央情报局CIA的副局长叫做戴维·科恩的 他就有指出说 普京现在正在策划 要在库尔斯克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攻 目的就是要夺回所有备战的这些领土 但是呢 科恩他也提到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就是说美国这边发现 乌克兰已经在这个库尔斯克他们控制的地区 在开始修建防御攻势 这个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乌克兰可能是有意要长期的控制 保留这部分所占领的领土了 所以呢 根据科恩的预计呢 就说普京如果要发动反攻的话 他将面临着极为艰苦的战斗 包括可能付出在部队 在这个装备方面大量的损耗的这种高昂的代价 当然说到这儿 我们就还是说顺便的做一个简单的民调 我们看看大家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就说如果说大家认为乌克兰 他最终能够保住乌东 而且还可以实现库尔斯克这边的目标 可以说是双赢 你就回复一个阿博数字一 那么如果说你认为乌克兰可能会实现在库尔斯克的目标 但是会丢掉乌东 波城 那么你就回复一个数字二 那么如果说你认为乌克兰在乌东也保不住 是库尔斯克的目标也完不成 两头都得不着 那你就回复一个阿拉伯的数字三就可以了 我们简单的看看大家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那么今天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条非常耐人寻味的 就是俄乌战场的新闻 我们都知道呢 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 普京啊曾经从这个伊朗这边是购买的 大量的叫做沙赫德 这样一款型号的自杀无人机 对吧 就是专门用来对乌克兰进行轰炸和侦查嘛 但是由于这款无人机 其实它的这个伊朗的产品嘛 它的技术不是太好 所以它的精度是比较差的 就是经常这个无人机 它会偏离预定的目标 就是飞到其他的国家去 比如说在前几天就发生过 有一款这个 就是有一架俄国的无人机呢 就飞到了波兰的境内 尽管说波兰军方一直都把俄罗斯 是视为最大的一个假想敌 但是他们可能也知道 这架飞机应当是飞偏了 并不是有意的要来侵犯我们的领空 所以呢 并没有把这架无人机把它击落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波兰人没有干的事 居然在昨天让白俄罗斯人把它给干了 在昨天是白俄罗斯的军方啊 直接就把是误入白俄境内的 一架这个俄军的沙赫德无人机 直接就给打下来 干下来了 不仅如此呢 这个白俄的总统卢卡申科 他还明确地宣布说 白俄罗斯绝对不会出兵 来介入俄乌之间的战争 所以这个动作呢 就让很多人一下子 是都有点不太适应 对吧 因为谁都知道说 这个白俄的卢卡申科 他一直都是普京的铁杆的小弟嘛 如果说我们再结合此前几天啊 就是在 此前几天不是乌克兰的独立日吗 当时卢卡申科是非常罕见的 向乌克兰公开的表示了一个祝贺 你祝贺你独立日 那不就意味着承认你的主权吗 对吧 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 卢卡申科 他有嗅到了什么味道呢 他对俄乌双方的这种态度 好像似乎是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些改变了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说 没有办法说给出一个非常肯定的答复 一个答案 但是呢我们不妨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期待 乌克兰公开的 应该 се没搞定